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还是个蛮大的话题 那就是美中战略关系的现状 那最近习近平和拜登刚好通过约好了通过电话 那么将近两个小时电话应该谈了不少内容 那通过分析这次通电话的原因和内容 我们可以对美中战略关系的现状做一个检视 那么电话会谈的重心呢就是台湾的安全 因此台湾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应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 介绍给你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一起都来看 因为我们今天会提供很多重要的资讯 关系了台湾未来的安全 那我今天是要借这次分析这个拜登和习近平通话这样一个机会啊 来全面重新的审视中美战略关系 还有和台湾命运攸关的有一个发家湾转折 那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不了解发家湾是台湾常用的术语 就是180度大转弯 那谁180度大转弯 习近平 那么到现在为止 可能还有一些观众台湾的观众朋友们 对这个美中战略关系的现状还不是十分了解 那么他们平常从媒体上能够看到多半是一些零散事件 但是呢媒体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啊 给出一幅完整图景 那今天我就来讲这幅完整的图景 那我下面要谈的呢 就是要从拜习这个电话会谈切入来介绍美中战略关系 为什么会发生发家湾的转折 那么现在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状态 其中台湾的枢纽的位置又是怎么样的 那希望说今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比较整体的观察和剖析 会有助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握说 本世纪最重大的一次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的转变 它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 还有对当下关系有多大影响 那今天我准备讲五个话题 第一个就是拜登为什么要给习近平打电话 第二个就是美中战略关系发家湾 是怎么样从暧昧到冷战的 第三个话题是美中元首定期商谈呢 现在已经成了定规 第四个话题是拜登和习近平的电话会谈讲了些什么 最后一个话题 第五个是台湾的国际战略定位 下面我现在讲第一个话题啊 拜登为什么给习近平打电话 那么台湾的观众朋友们肯定最关心的就是说 拜登跟习近平谈到哪些问题和台湾关系大不大 那可以讲跟台湾的关系非常大 英国BBC的相关报道是这样分析的 说这次拜登找习近平电话会谈啊 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台湾安全问题 那拜登为什么要找习近平谈 谈成功了吗 那如果是去看双方的事后简报啊 双方简报都有不少套话啊 不像新闻那么简单明了 那可能性急的观众就会来问啊 说你倒是告诉我到底谈怎么样了 那我跟各位报告 那你听完今天我介绍的这个 最近美中关系的最新动态呢 观众朋友们当中啊 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关心台湾安全的观众来说呢 消息很好 但对少数想讨好习近平的人来讲呢 消息就不好了 那么究竟拜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打这个电话 里面其实是有玄机的 那既然是玄机 拜登和习近平就谁也不肯点穿 那么要挖出当中的奥妙呢 既要善于分析啊 还要用猜的 那当然了 猜不能是毫无根据的瞎讲啊 而是要看说啊 在那个电话谈判里看不见的那个桌面底下 双方的拳头是在怎么样动的 谁占上风 那结论呢也蛮简单 习近平啊 是在比实力的部分占下方 但嘴巴狠还是依然照旧 不过呢 美中关系已经进入所谓的冷战程序 英文有一个词可以叫做Code War Protocol 冷战程序 我下面会讲什么是冷战程序 那么在冷战程序状态下 有一方如果嘴巴狠啊 只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对方加紧备战 那么真正能够在实力上占上风的一方 才能够主导相关地区局势的演变和稳定 也就是说 美国现在正在有条不紊的建立印太地区的安全互保结构 那么中共对周边地区各国的威胁就开始撞墙了 那么现在台湾的安全正在纳入这个 从日本到澳大利亚的一个安全互保结构 回过头来看哈 拜登为什么习近平通电话 我这里先要讲一下哈 这次拜登和习近平通电话呢 是拜登提议的 那拜登习近平呢是马上就同意了 那么为什么拜登提议通电话 习近平马上就会答应了呢 对此啊 白宫的国家安全会议的高官呢 高级官员是这样解释的 说拜登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11月在加州的元首峰会上面 两人已经同意要定期的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 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竞争 防止意外冲突 那么这样讲话大家可以听明白了 就是习近平和拜登现在是希望能够经常的有见面有沟通 那么我想第二个话题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发生的 那就是美中战略关系发家湾 从暧昧到冷战 我想今后的世界上的历史学家呀 对过去这四年的国际关系肯定会大写特写的 也肯定会把台湾放在这些输注当中的重要篇幅 因为他们的眼光和笔都没有办法绕开台湾 那台湾呢就是这四年美中战略关系发家湾的枢纽点 那么美中关系实际上竟进入了一种 我刚才讲的战略关系发家湾 实际上是美中关系彻底恶化 那这彻底恶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从2020年1月开始的 那么对于这个恶化的原因 中共一直讳莫如深 那我可能呢是全世界可能最早揭露这件事情的人 我是2020年2月28号就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发表文章 分析了中共点燃中美冷战的一次军事行动 那么2020年4月我又给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网站写文章 分析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那么这件事有多严重呢 我其实在以前我们的节目的老观众都知道 我在节目里讲过多次了 中美关系彻底恶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今天呢因为可能会有很多新的观众 所以我还是把这事情原委再简单交代一次 就是说2020年1月 中共的海军奉命 从海南岛的榆林军港派出南海舰队的一支分舰队 开进到美国的中途岛海军基地附近的海域 展开演习并且搜集美国海军的电子情报 然后通过中共的外宣官媒 喊出了剑指珍珠港和攻台必攻美 这样两句很重要的口号 这个口号标志着说中共正式摆出来了 直接威胁美国的姿态 那双方实质上就接近敌对状态了 关于这个敌对状态 大家有一个问题是要理解的 就是说不是双方开火才叫敌对状态 而是说两个核大国进入敌对状态 就是只要有一方宣布说 我的核弹头随时对准你 可以对你进全面打击 这个就是敌对状态了 进入这个状态以后 对这个重大事件 中共对内官媒从来没有报道过 一个字不敢提 不想让国内人知道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刚才提到中共有一个国家安全部的外宣官媒 叫多维新闻 但这个网站在中国的防火墙内是禁止访问的 因此所有中国人呢 在防火墙里头不翻墙 你是没办法看到中共的外宣官媒上宣传这一次 中途岛事件的整个原委的 那美国的媒体也没有报道过 那这其中原因就可能复杂一点了 我以后有机会再讲啊 拜登他2021年进白宫的时候 他曾经是继续仿效奥巴马的错误的对中国的政策 那具体的国防的部分就说 当时中共是在大力的国军 并且对美国亮剑 那么拜登呢 还是用民主党当时掌控的国会 掌控多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 然后顶住了美国军方的压力 坚持要压缩美国的军费预算 所以2021年 美国是在面对中国点燃中美冷战以后 拜登当局的态度是压缩军费预算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习近平很神奇 所以2021年1月 他就砍出来了东升西降的口号 而且基本上切断了美中之间的重要沟通管道 但是呢 中共持续不断的对美国和国际秩序的威胁呢 就迫使拜登新的当局啊 要重新认识中共的战略企图 那然后呢 白宫和美国军方的最后判定是说 中共确实准备要霸占西太平洋地区 并且可能兵出南太平洋 那面对这样一种危险的国际局势 美国最后只能够用冷战程序来应对 否则的话 中共就可能引发世界大战 那么当然 他的第一个攻击点就是台湾 因此呢 拜登行政当局在对付中共的战略上 做了一个发家弯调整 180度大转变 从原来的绥靖主义 变成了应用冷战应对程序 Cold War Protocol 那么用了这个冷战应对程序以后呢 美国就必然的会逐步的收紧 对中共的各方面措施 那过去这四年的美中关系 其实很令人回味 也令人困惑 那如果不能够密切跟踪当中的一些动态 就很容易理解骗了 那简单来讲的话 拜登这四年当中 第一年对中共的威胁是麻木不仁的 那以后这三年就开始调整方向 逐步采用了冷战应对程序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 拜登行政当局算是将功不过 亡羊补牢 尤为委婉 不过呢 拜登行政当局并不愿意否定 奥巴马时代的国际战略错误 因为呢 奥巴马通过美国的 马克思主义派的那些政界和学界 还有媒体的势力 现在仍然对白宫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是这种幕后的影响力 那么另外一方面 拜登也不想直接点穿中共 点燃中美冷战这个事实 因为那会他打脸他自己的 毕竟他在白宫的第一年 就是中共点燃中美冷战以后 一年内他一直在用绥靖主义 针对应对中共 那么其中的曲折和反复 我们可能要等着历史学家来 披露大量的秘辛了 现在这个美中双方 中国不承认他点燃冷战 美国不想点穿他 中共点燃冷战 但是美国对中共的战略转变完成了 美国开始使用应对冷战敌人的 像对付苏联那样的一整套的应对程序 那么这方面其实台湾的体会很深 只是说很多人呢 不一定是从我刚才讲的这个角度去理解的 那么现在美台关系的深化呢 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共战略转变的结果 这个部分我不讲了 因为台湾的媒体有很多报道了 当然了 这个美国呢 也不是说这个 他的所有的政策 白宫只管一套对外政策 白宫还有一大堆对内的政策 而对内政策当中 有一系列严重的错误的对内政策 那么这些对内政策 也不免的会影响到台湾 因为最近啊 有一件事情就是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的进展缓慢 那么3月7号 今年3月7号美国有一个国会山报 就是英文标题是The Hill 国会山 这个国会山报呢 刊登里面文章披露一件事情 就是说台积电在美国设厂进展缓慢 其实是跟拜登行政当局在美国国内强力推行的所谓DEI 这样一个口号有相当大的关系 什么是DEI 生活在美国之外的人可能都不大熟悉 甚至很多住在美国的人 包括我们现在观众朋友们当中不少 你们知道这个DEI吗 很在美国正在推行 但是很多人不注意看新闻的话 可能不一定知道 DEI指的是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iversity指的是多元 实际上是指族群多元 公平指的是结果公平 不是公平竞争 是结果公平 就是你进入竞争的 在竞争过程中的脚步快和慢 没关系 反正结果我给你们一样 还有一个inclusion叫融入 那么我现在不许多谈这个DEI 但是我就谈 3月7号美国的国会山报 刊登了一篇文章 标题叫做DEI废除了Chip法案 它的英文原标题叫做D.I. Kill the Chips Act 那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按照美国这个DEI方针啊 美国的晶片 晶片法案里就是要补助台积电 还有这个三星 还有美国的Intel 这些IC产业的大公司 在美国建厂 但是他说这个美国的 拜登在晶片法案里面 塞进去了很多要满足DEI口号的要求 比方讲啊 按照DEI的要求 企业就必须先满足DEI 否则的话 晶片法案的拨款不到位 就不给钱 那么这些DEI口号是什么 比方讲他要求说 台积电在美国的人力资源部门啊 要雇佣大量和培训 要雇佣和培训大量的 这个少数族裔 包括黑人啊 这个拉丁裔啊 还有持有各种LGBTQ啊 这些这个性别特点的人群 要优先雇佣 而且呢要实现在招聘当中 要实现族群多样化 那么问题是这个族群现在 这些个族群现在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呢 在行政当局的保护下 现在变得越来越有侵略性 住在纽约和加州的人应该蛮有体会的 另外呢就是还需要雇佣 持极左派政治立场的人 与此同时 雇佣这些人的时候 要取消关于学位的要求 就你没有文化程度不能做工作也必须要雇佣 因为它符合美国政府这个DI的要求 因此这些族群也会变得很神奇 说你必须雇佣我 雇佣我还要给我高薪 高薪了我也不工作 我就在那里拿高薪白干 白拿 因为我政治正确 那如果这个要求被执行了 台积电的在美国设厂 它的良品率就是不会有了 就那变得失败了 这就是美国 拜登的国内政策 对台湾也会有一些影响啊 我这里讲到这里 这个 由于这个问题啊 就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的问题是 国会三报登了文章 这件事情已经曝光了 所以我在这里补充一下 它不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 那接下来我谈第三个话题 美中元首定期商谈成定位 那么在这一次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之前啊 美国国安会对美中关系 有一个背景新闻的发布会 这个国家安全的 美国国安会的高级官员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啊 说美国非常在意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而且特别考虑到了台湾五月 就要举行总统就职典礼 在这个期间要特别的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那同时也透露 从去年11月 拜登和习近平在加州见面之后 美中两国的元首 原则上商定是差不多每年要见一面 而且互相多通电话 那美中两国元首定期见面 互相通电话 经常通电话 出于什么需要 大家可以想一想 可能很多人没想过 美国需要和什么法国 英国呀 这些 这个加拿大 或者是这个澳大利亚 这些重要的盟友 都做这样的安排 还比较日本 一定要定期的见面 经常互通电话吗 有这样的安排吗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盟友之间本来就有相互的信任 还有多种多样的合作和交流 所以并不需要用这种 非常有形式感 仪式感的这种所谓定期见面 经常互通电话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 需要这样做一个定期见面 经常互通电话的一种安排呢 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冷战中的两个 互相敌对的核大国 这样的定期沟通就是必须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在这种定期沟通 和经常通电话的状况下 世界和平才能得到保障 保持了沟通 才能够避免发生意外 所以拜登去年11月 当面跟习近平讲过 说双方如果不能够定期的 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 就没办法以负责任的方式 让两国之间 既中美两国之间 既竞争又防止冲突 这里讲的竞争 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 商场上的平常的竞争 不一样 中美之间现在的竞争 也不是两个自由民主国家 各自发展当中 还有这个平常的各种交往当中的 和平竞争 不是和平竞争 也不是商场竞争 是什么竞争呢 是和大国互相敌对状况下 多方位的实力竞争 特别是这个竞争 特别是各自在提升 提升针对对方的军事实力 也包括遏制对方军事科技的能力 这个竞争 其实就是冷战执行程 执行冷战的程序的一个主要部分 那么习近平是在去年10月 旧金山和拜登会面的时候 算是懂了一点 上堂课 懂了一点 那就是说按照冷战程序 美中之间这种定期保持的 畅通的沟通方式 是中美冷战双方 防止冲突的Guardrail 就是护栏 是Guardrail这个一部分 因为呢 冷战当中双方都不能够 背着对方搞小动作 什么偷偷摸摸的去安排一些 威胁对方的事情 如果这样做一旦被发现 那么就会打破冷战中的 这种双方的这个态势的平衡 尤其是双方会发现说 对方有新的想威胁我的意图 那么双方关系 全面关系就会恶化 那么自从拜登调整了美国的 对中共的战略 并且向习近平亮牌了 这就表明说 美国不会再回头和中共搞暧昧了 也搞不成暧昧了 暧昧不起来了 双方核弹头相互对的的时候 没有暧昧的空间 没有暧昧的余地 那么习近平自己也发现说呢 他的处境现在越来越不妙 对内对外都是这样子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习近平他当然也不想放弃 中美沟通的机会 所以 现在 是这个 美中刚刚 就是 拜登和习近平刚通过电话 那其实这场电话的通话 电话会谈 是今年一月份安排的 一月份美国的高级安全顾问 撒勒文在泰国的曼谷就见了 中共负责外交的王毅 那在那个时候 三个月前 中美双方就讨论了 要在今年一季度 安排好这次电话会谈 所以 这次电话会谈呢 是几个月前就安排好的 习近平 也完全同意 那拜登是不是 因此就非常像台湾 有些政治人物讲的 就Must trust 习近平呢 拜登信任习近平吗 拜登本人没说过这个话 就是他有 是不是信任习近平啊 不过呢 4月1号 在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之前 美国国家安全国安会啊 对美中关系的背景 新闻发布会上面 美国的国家安全会高官呢 讲过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当中国人说他们会 或者不会做某事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真正相信他们 我们并没有真正相信他们的话 这什么态度呢 这种就是 双方处于冷战状态下 对鸿色大国的领导人必须有的态度 你不能信任他 但也必须保持沟通 这不是为了友好哈 而是为了不开打 当然了 这样的沟通是以实力为前提的 没有实力 你就跟他沟通不起来的 他理都不理你 那么从这里又带出来一个问题 美中元首定期会见现在成了定规 是不是意味着美中关系走向改善 还是说美中关系进入冷战程序 这样两种理解 美中关系通过这个美中元首定期会谈会走向改善 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种理解 但是我想说实际上我的理解是后面一种 就是这是标志着美中关系进入冷战程序 因为只有在冷战程序当中 双方这样保持沟通是必要的 可以避免任何的战争威胁 那但这样的定期沟通 定期会谈 定期见面 丝毫不意味着 彼此的关系会有重大改善 因为双方的根本性对立始终存在 这不是简单的讲说制度性的对立 民主制度对专制制度 那种制度只要共产党国家存在 始终是对立的 他们共产党一直反资本主义 但是当然他更恨民主制度 但是冷战的真正含义是 两个大国和大国之间的核武器 一直瞄准对方 中共过去没有宣布过 说他的核武器是对美国的 他过去只是说我们没有特定的瞄准对象 其实他一直瞄准美国 他没说 但是当他宣布的时候 说他的核武器全对着美国 而且可以准确地打击到美国的任何地方 这种话讲出来 这就是相当于冷战的宣战 虽然他没有发射核弹头 但是对美国来讲 这样的核武器威胁是灭国的威胁 美国没有任何退让和徘徊的空间 这个时候靠握手和沟通是不可能化解这种核武器对着对方的对立的 因为这个对立的标志是几百枚 在核弹头的洲际飞弹 除非中共消费这些飞弹 那中国说 你们不消费我凭什么消费 这就是冷战 冷战的含义就是我要把核弹头对着你 而且我扬言我就要把你灭了 那么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一个冷战本身的 我以前讲过冷战有不同的铁律 其中不能开打是一个铁律 那现在有第二个铁律我讲出来 那就是说冷战不会导致双方关系朝友好的方向转变 不会了再也没有了 不会有好关系了 那么冷战下双方的关系是什么 双方不冲突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就是第二个铁律 不能开打是第一个铁律 不冲突就是最好的结果 是第二个铁律 定期会谈是保证不冲突的一个条件 那么今天一个大家可能还是要关心 说你讲了半天呢 到底习近平和拜登在电话里谈了什么 他们两人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四个话题 他们两人通话呢 一个一小时45分钟 这已经够长了 应该是讲了不少事情 不这个不过呢 而且因为是电话会谈嘛 中方的翻译可以同步翻译 所以习近平不用听拜登讲英文 直接听翻译讲中文就好 那拜登也一样 不过呢 美中双方啊都没有交代说 哪些话题啊是鸡同牙讲 哪些话题是暗含着彼此的配合 如果去看啊中美两国的相关这次电话会上相关新闻稿 白宫的新闻稿连标题在那一共268个英文单词 那大家可以想象268个英文单词讲不了多少东西 很简单 那么中共外交部的新闻稿呢 长一点1100个汉字 也没有多少内容 那么到底这个新闻稿里讲了些什么 现在所有各国的媒体对这次会谈内容都是猜测 没有好像我没有看到有多少媒体仔细的分析这两个新闻稿里面的资讯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这是原始的双方提供的关于电话会谈的内容 那白宫的新闻稿是这样讲的 说两个人在电话会谈中 拜登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以及南海法治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拜登还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 表示持续的担忧 认为这些中国的这些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 损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的利益 那拜登表示说 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的行动 防止美国先进的技术被用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 但是美国不会过度的限制贸易和投资 那简单来讲 根据白宫的新闻稿 拜登主要讲了三个部分 第一 美国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第二 中国不能够低价倾销到美国市场来摧毁 美国的经济和其他国家的经济 那第三 美国实施的对中国的晶片战非常必要 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保障 所以不会停下来 而且会推进 当然了 拜登讲的具体内容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嗯 还没有解密 很若干年 很多年以后才会解密 我相信讲了还有很多 那么 美国是不是对这次会谈 基于很高期望呢 其实啊 根本就不能够对红色大国 抱有良好的期望的 所以呢 美国国安会对美中关系的这个背景 新闻背景发布会上面 美国的国安会高管 针对双方元首的电话沟通啊 特地讲了这样一句话 不要指望由此产生新的结果 这说明啊 美方在意的是沟通本身 沟通不要中断 从而能够避免印太地区 发生真的军事冲突 但是美国并不相信中共会全面退让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表面上 在敷衍拜登 然后悍然发动对台湾的军事攻击呢 假如他真这么做的话 一定他是偷偷做的 悄悄做的 他不可能事先发公告吗 但是他要真这么做的话 他休想瞒住美国 因为美国是以高度备战的姿态 紧紧盯着共军的一举一动 我在以后节目会讲 现在美军已经把针对中国的备战的指挥中心 司令部的指挥权推进到一线 推到了日美军的驻日司令部 就是说以前是在夏威夷的美军司令部负责指挥 现在改成在日本指挥 就推进到前线了 如果习近平不想和美国彻底翻脸的话 那他就必须顾及到美国的明确立场 就是美国反复讲过的 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那这一次拜登在电话会议又一次强调过了 那么习近平对拜登现在摆出来的这个冷战应对程序 他买不买账呢 各位呢你们也不必再多猜了 我们就来看看中共新华社关于习近平和拜登通话这个新闻稿怎么讲的啊 就是我看好像现在这个尽管的新闻稿登了好几天呢 各国媒体没有好像没有怎么提到的新闻稿的内容 我简单讲一下 这个我引用这个新华社关于这个这一次拜习近平拜登通话的相关的习近平的立场 就习近平中方宣布习近平讲了这样一些话 下面简单来讲我下面提示一下 大家听一听 看听得出听不出来 习近平在里面讲了四个不 好 我下面引用中共的新闻稿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在电话会谈里是这样讲的 他说中美这样两个大国不能不来往不打交道更不能冲突对抗应该互相尊重和平公处 那么今年的注意啊是今年的中美关系要坚持几条大的原则 一个是以和为贵 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 第二个是以稳为主 不折腾 不挑适 不约界 保持中美关系 总体稳定 三是以性为本 用行动兑现各自承诺 双方要以互相尊重的方式加强对话 以慎重的态度管控分歧 这些话怎么解读 我的解读是说习近平在电话中的表态 是认可拜登的冷战程序的 并且做出了短期保证 就是一年内的保证 他所以他提出来的今年2024年 中国对美国的四步方针 这四步我从刚才那段新华社新闻稿里头 总结出来的就是四个步 不冲突 不对抗 不挑适 不约界 四个步 当然了 红色大国的领导人的言而无信 是有历史记录的 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是如此 但是呢 美中关系已经进入冷战程序了 这本身就意味着说 红色大国是必须 要和冷战对手保持沟通的 那么正常沟通的前提就是 你总不能够不断的言而无信吧 背信弃 弃炎呢 我们不说背信弃异 中共也没什么异可守的 所以中共在冷战状态下 和冷战对手的关系 其中有一些不基本的部分 是要有自我约束的 是不能够像毛泽东当年那样 为所欲为 胡作非为 那么习近平刚才电话里 我刚才提到他的电话里讲的是第三点 就是要以性为本 以用行动兑现各自承诺 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加强对话 以慎重的态度管控分歧 这就是在强调说 习近平承认要讲话算点数 那但是习近平真有那么乖吗 当然不是了 他在对台关系上面 在跟拜登通话是又强调说 希望美国不要支持台独 在经济制裁的部分呢 习近平说你们美国制裁 中国企业的单子越拉越长 是在制造风险 那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美国的指责 美国呢当然白宫的新报 新闻高里头没有回应 也根本就没提到这两段话 好像习近平没讲过似的 所以我才讲说习近平呢 在比实力方面是占下风的 但是嘴巴狠呢还是照旧的 但是这里面也是有玄机的 刚才讲到经济制裁的部分 习近平说中国制裁 美国制裁中国企业的单子 越拉越长是在制造风险 他没有说不可以制裁啊 要取消制裁他没有啊 这话意思是你制裁一些 一些企业就算了 制裁晶片不让禁运呢 我们也不得不接受 但你别再扩大了 也就是说习近平在某种程度上 也不能强行的向美国提出来 必须解除 晶片制裁 用这个作为交换条件 来保持这个所谓台海的稳定 实际上他知道这个条件 要价太高做不到 美国已经实施了 退不回来了 也就是说习近平已经懂了 冷战当中啊 双方掐对方的脖子 这是必然的 当你的核弹头对对对方的时候 不许对方来掐你的脖子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 讲到这里啊 我还想再讲一次 另外一条冷战的铁律 就是很多人都在讲说 这个冷战当中双方不能动手 确实如此 冷战双方是不能够动手的 你可以掐脖子 但是不能够真掐 要做出个姿态 但是不能够真想去把人家掐死 为什么呢 你真想那么做 就会导致双方毁灭 因为现在冷战的状态 其实背后是核打战的威胁 谁也要不要想在核战当中 什么一决胜负 因为根本就不能够战的 不能够核战 所以冷战的输赢在怎么看呢 冷战输赢其实不是简单的看 我掐你的脖子 你掐我的 双方比拼的是内力 像武功高手在比拼一样 不一定把对方的脖子掐住 在家赢了 比的是内力 谁内力强后竞足 谁才是赢家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世界上中美之间的这场冷战 自从2020年1月 中共把它点燃了以后 就成了世界上第二场冷战 那第一场冷战是美苏冷战 比拼内力的结果 谁内力强后竞足 谁内力弱 后来后竞消失 就垮下来了呢 苏联 那么这一次美中冷战会是什么结果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习近平和拜登的这次电话会谈 习近平的电话里谈的内容已经给大家一些理解了 可以我们通过习近平刚才讲的四步来做出相当程度的理解 就是说习近平也知道 他现在内力不行 实力上他是很弱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让美国停手 来切断中共所需要的各种军事技术 包括这个相关的像AI的晶片等等等等 毕竟这晶片不是中国造的 人家不给你 你就是没办法 因为你想当个对方的敌人要把对方灭掉 别人为什么要给你提供灭他自己的武器 所以白宫的国安会高官呢 在新闻背景介绍会上讲得起很明白了 美国不能够提供打击我美国国家安全的那些武器给你 因为这些晶片是可以就是用来做武器的 那么好在我们把话题从中国拿出来 我们来看台湾 那台湾现在的战略国际 国际战略定位应该是什么 我想这个问题呢 在台湾以外的很多人不太了解 但是我们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 在台湾的这个国际战略定位这个部分 目前台湾还有不少误解的 有一种看法是认为说美中之间对抗早晚会爆发世界大战 那么这是美国为了打击中国 所做了一个不智的不聪明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一种误解 另外一种误解就是说 美国只要和中共对话就是中美关系缓和了 从此缓和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了 这两种看法 现在看来完全是错误的 那错在什么地方 错就错在是这两类看法的人啊 完全不懂得说 美中两个核大国之间 进入冷战状态啊 正好就是世界和平的基本保障 也是台湾台海地区 东亚地区和平的基本保障 那如果美国不以冷战程序来应对 那中共就会不断地扩张和加强军备活动 那它早晚会引发战争 所以冷战程序是遏止中共引发战争的 唯一的必要的手段 那么另外一方面 冷战是没有退出机制的 就是刚才第二种说法说 只要美中关系缓和了 中美关系就可以继续维持 然后中国改革开放继续维持 错了 冷战没有退出机制 因为对手的核武器一直瞄着自己 所以任何一方都再也不可能 把敌手变成盟友了 或换句话讲 盟友一旦转成核大核对抗核威慑的敌手 他也不会再有当盟友的机会了 因此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真正的缓和关系了 那么冷战的开始我要再强调一下 冷战的开始意味着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结束了 为什么 因为冷战和开放本身是不兼容的 两者必居起 中共点燃了冷战 就是自己扼死扼杀了他的开放 他早晚一天会自我封闭 那么就像我上次在节目里提到的 中共会用一种刺猬战术 就像刺猬遇到敌人就全身团成一团刺对着外头 中共现在其实已经做出来了 他的反间谍法等等等等 全都是针对这一点 就是一种刺猬的自护 自我保护 那么还有一种台湾头脑简单的 头脑简单的一种说法 这个可能不一定不会在台湾 而是在海外一些人当中 有人就说 那彼此中美还对话什么 干一把好了 拼一把 这是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在胡说八道 中共是点燃中美冷战的这一方 美国是在试图维持稳定国际局势 防止中共点燃战火 美国在实质上进入冷战程序是有代价的呀 是因为美国本国的一定的经济代价 花费更多的军费 然后这个在经济上也会有一点损失 要通过这些代价来遏制国际秩序破坏者 他的侵略野心和他的这种发展态势 这样才能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 这是美国对全世界的贡献 那这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效的 稳定国际秩序的一种国际关系处理方式 除此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 那这种冷战应对程序 也是被历史证明过的 行之有效的 对潜在国际危机的一种处理办法 一种应对办法 那就是美中冷战持续了50年 苏联制造过多少次的地缘政治上的 区域性局部冲突 主要是地面冲突 地面战争冲突 但是地球上一直没有在美苏冷战期间 爆发世界大战 原因就在于说 美苏之间有着冷战应对程序的相对 相互的一种约束 那我以前在节目里讲过 老共他是以前是不懂冷战程序的 以为说他只要对美国逐步施压 美国没有做出强硬的反应 就是美国在步步后退 那么老共在英特地区呢 就为所欲为了 这种想法呢 其实是老共是个土巴路出生 他只在地面上打过仗 所以呢 他不真懂冷战程序 那现在老共终于意识到了 这个世界毕竟不是由着他所算的 那美国呢 坦率地讲 在中共点燃冷战之前呢 确实是一直糊里糊涂的 长期的听任中共 不断地扩军备战 以为说呢 邓小平那个韬光养晦的对美战略 会意味着中共将来可以成为 美国的所谓盟友或者经济伙伴 那这种稀里糊涂 不客气地讲 不是美国哪一个党的错 两党都错 从老布什到奥巴马 都是如此的 都是稀里糊涂的 但是过去几年来 美国军方和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 终于明白了 只有重新采用以前用过的对苏联的冷战程序 才能够防止印太地区潜在的冲突 那这些我还要讲一条 台湾呢 还有一种表面上好像很和平主义的 那实际上是偏向中共的看法 那就是说啊 美中对抗不好啦 台湾不要战鞭啦 我们不要做棋子啊 我们说不定还能台湾在美中之间扮演和平使者 这是一种用装糊涂来包装的一种盘算 那持这种看法的人呢 是假装不知道说中美冷战是中共点燃的 也假装不知道说台湾就是中共对外扩张的计划当中的第一战 那事实上 中共绝对不可能因为血浓于水就放弃对外扩张 这一点中共讲了很多遍了 但是呢 那些说不当其子的人硬是假装听不见 那中共是在四年前点燃的这个对美冷战 这样一个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那美国已经决定采用冷战应对程序来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 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目前美国是正在一步一步的建立印太地区的安全互保机制 和这样一个架构 那台湾已经是这个安全互保机制的受益者 也是印太地区安全互保机制的重要成员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唯一可能获得国家安全的战略 就是和盟友一起 共同守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那台湾已经这样做了 而且做得很成功 那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就越来越深化 这个部分我想台湾的大部分观众都会同意说 小美秦大使在当选副总统之前 他就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成功的外交方面的贡献 那这个部分我以后呢 就是这个台湾和周边的美国的盟友 怎么样在建立一个印太地区的国际安全的一个互保机制 这个部分美国正在做 台湾也在加入机制中 现在此时此刻台湾的海军司令员 海军司令还在美国访问 那么这部分其实有很多内容 我们有机会我来专门讲 那么拜登跟习近平通话 有一些人总在想说 会不会让中美关系真正缓解 然后解除冷战状态呢 那我刚刚讲过了 冷战没有退出机制 解除不了 也不光是讲说老共不会放弃共产党理念 不会改邪归正 而是说冷战状态下 只要有一方他不肯放弃核武器 不肯销毁核武器 那么冷战就不会停止 那么冷战不能停止的情况下 冷战既存 那么双方要不断的持续的对话 就是绝对是国际安全的必要过程 这所以会这样对话 就是因为冷战状态的长期存在 所以美中关系和美国与日本的盟友关系 完全不同的 中美现在的这种关系 属于互不信任的敌手双方 又交手又谈判 那么在这样的谈判过程当中 维持住这冷战中的冷 就是说不要爆发热战 是这个谈判的唯一目的 是对话的唯一目的 那么当然维持住了冷战的冷 不爆发热战 也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 那么今天我就先把 这个部分 这五个话题讲完了 接下来我想 我们可以来看看 这个我们观众朋友们 有些什么问题 A H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ABC 澳大利亚 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还有SBS这些媒体会 歪曲嘉宾的观点 这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在SBS上刊登的文章 都是我的原文 没有任何歪曲 所以我不知道你从哪里看来的 我投给他们的稿子 他们是原文原状刊登的 没有对我任何的歪曲 午饭鸡蛋三明治说 历史学家不就是编剧 等他们来编剧吗 不对 你对历史学家的这个功能 有点理解错了 历史学家是研究历史 也就是说 他们是等历史发生过之后 才来写历史的 当然他们写历史的过程 有自己的偏好 那么我顺便讲一句 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学家 因为他们编的都是官史 官史是骗人的 假的部分占很大 你从这个意义上讲 你讲的是对的 就在中共那里 历史学家确实是编剧 是为共产党粉饰的 篡改历史的 当然了中共还有一些跟这个 共产党没有关系写这个古代史的 比方写明史的 那也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他们也有一套共产党的史观 那个我们不去管它 我们我现在讲将来谈中美冷战的起源 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过程的细节 起伏 很多东西呢 要等到历史文件解密以后 曝光了以后才能够来讨论的 那讨论的人 当然不是新闻记者 新闻记者多半对那个历史不感兴趣了 因为都是几十年前的旧文了 那谁感兴趣呢历史学家 他们会来仔细分析的 所以讲历史学家不是编剧 在中国共产党国家之外 历史学家不应该是编剧 当然如果他要为政治正确服务 他就不是真历史学家 没礼 从来评论比如说 那个有一位这个马斯米·曼斯坦说 这个DI就是我前面提到那个美国民主党 现在正在推行的这个政策 是怎么赔本怎么来 我觉得严格意义上 他怎么赔本怎么来那是指的结果 实际上DI的真实含义是说 我不管企业的经营如何 有没有效率会不会被弄垮掉 我就是要把我的这些个 所谓的铁杆族群 捧成这个最高贵的 最美国最重要的族群 拥有特权的群体 你想一下中共的文化革命期间的造反派 造反派在中共文革期间 一开始是有拥有什么样的权利 现在美国也想培养这样一批造反派 正在培养当中 平均率问说结果公平不就是共产的意思吗 没错啊 我没有讲这个共产两个字 但是我强调equity实际上指的就是结果公平 就是说你努力不努力 你上班不上班 反正我给你发一样的钱 他是打击竞争 遏制竞争 维护一些个 不愿意努力工作的群体 维护他们的权益 然后 Peter W说呢 这些族群不就是零元购的那个群体吗 没错 我为什么我说人家可以不用工作也过得不错呢 人家可以零元购啊 这个台湾很多民众可能没听说过零元购 零元购就是抢劫的意思 就是民众给了一个中性的解释 就是说加州和纽约都有政府的行政规定 说竞商店抢劫拿的一千块以下 不算抢 算零元购 就是人家不掏钱就从你那里拿走了 购买了 但是购买是不付钱的 所以叫零元购 也因此现在加州和纽约很多小店都被迫倒闭了 你经得起抢吗 那问题是如果你经常抢 抢的都很有钱了 抢一个店一次就可以抢上几百块钱的货 你一个月抢三十次五十次 那很难吗 人家说警察在哪里 警察奉命不许干预 你要说这是什么 这就是共产 美国不是共产国 但美国现在有想推行共产的人 那个幕后的精神领袖 就是奥巴马 他自己就是一个有共产党意识的 一个 混进白宫的这么一个人 可能我讲到了这个DEI以后引发了不少观众朋友们的感触 静思也在说美国大学也是现在录取的时候 看LGBT而不是看成绩 这个有好几所美国名校现在已经取消看这个SET的成绩了 就你不用给我报成绩 你就写你怎么变性 你在变性这个族群里你是如何领先的 你如何高看这个变性 这种这个取向和这种行动有多么伟大 是何等的政治正确 就是美国有些精英名校 包括哈佛和耶路大学 现在就走在这条歪道上 那么最近我看到有朋友告诉我 他刚去哈佛和耶路看了一下 大家猜这些 但名校的校园里现在什么样的社团最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是主张用暴力来推翻资本主义的 这样团体在哈佛大学耶路大学 不但不受到批评 不受到批判 因为是共产党意识形态 相反还得到吹捧大量的海报 学生趋之若鹜 所以现在这样的大学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正面的意义 恐怕他最大的 他变成对美国未来安全稳定的重大威胁 也不知道 再来 撒起来 碍 didn't there still 都 不 好 都有 都 你说这个 我几十年如一日 坚守保守价值观 这个字呢 对不起 我把保守两个字还给你 我不接受这个说法 这是左派的用语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 我从来反马克思主义 这几十年 我到了西方国家以后 先到欧洲再到美国 我最反感的就是在中国 已经被很多人看透了的 马克思主义 这种人类历史的反动价值观 在欧洲又扩散到美国 受到追捧 然后把和他们价值观不合的 说成是保守价值观 说他们是进步的 进步这两个字 被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玷污了 因此才出来一个保守价值观 错了 保守价值观就是传统价值观 传统价值观才是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基础 如果说要追求进步主义 那追求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 根子里是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没有正当性 很可惜 现在今天的这个西方社会 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李文诺 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挺妙的 就是他说美国不寻求冷战 不代表不用冷战程序应战 这句话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因为他这句话的前半截 美国不寻求冷战 这是拜登的官方用语 就是说美国不想和中共冷战 这句话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美国根本就不会用冷战程序去应对 还有一种理解就是 冷战本来不是从美国点燃的 美国没有寻求去点燃冷战 是中共要点燃的 那事实呢 没错 就是中共点燃的 美国是猝不及防 临时来应对 应对的办法就只能是冷战应对程序 所以李文诺这句话是讲得很有道理的 是对美国的这个 官方的美中战略关系的本质 做了一句话的解读 非常好 感谢 吴迪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你说真正的冷战需要大幅度提升关税 大幅度降低贸易量甚至清零 把贸易量清零 还有完全停止投资和经济合作 现在的状况好像还不算冷战 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算是冷战 他认为这样是严格的意义上的冷战 确实 美中冷战就是21世纪的这场冷战 美中冷战和20世纪的美苏冷战 有个本质的差别 也使得这场冷战新冷战变得很复杂 复杂就复杂 它是发生在经济全球化之后 是经济全球化孕育出了这场美中冷战 它让中共变强大 让中共自以为自己可以挑战世界秩序 可以改变世界秩序 所以习近平有一句话吗 叫做太平洋足够大 意思是你占一半我占一半 这个世界你管一半我管一半 这东半边亚洲这块就归我管了 这是老毛当年的那套口气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能够讲出这样话呢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 经济全球化把中共喂胖喂壮了 他以为自己可以张口咬人了 但其实经济全球化可以喂胖中共 也可以慢慢慢慢的让它难过 现在其实中共正在经历的就是这种难过 经济全球化出现了2.0版 那这个话题呢 我以后找到时间我们来讲 这部分我也有一些想法和感触 台湾是什么 林山林祖农民你讲说中共和美国的空军实力差别很大 中共是1700架战机 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加起来超过1万架 确实如此 但是实际上空军的传统的空中格斗 这个年代已经结束 就是说空军的战机啊 中共军现在还走的是那条传统的空军 这个运作的模式就是空中格斗为主 其实现在空军的空中格斗意义已经不大了 它根本就不需要空中格斗 所以空中格斗就是双方的战斗机在空中互相追逐 互相摇尾 用机炮或者是用飞弹把对方击落 来保持制空权 这个做法现在已经过时了 现在国军也好 日军也好 美军也好 根本就不需要用这个空中格斗来保持制空权 用飞弹就可以做到 可以用飞弹可以做到 说让中共的空军不必来了 你来了就不见了 因为你不知道那门飞弹从哪里打来的 它是360度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能出现的 这也是说中共的实力啊 其实不不简单是说在战机的数量上 其实是在飞弹的数量上 还有飞弹的质量上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对AI晶片要尽予 对中共的惊愿 谈谈在那里说 说中共不怕核弹威胁 苏联当年用核弹威胁中国 中国都没怕你讲错了 中共那年怕了 老毛把他自己 还有像林彪这些高层领导人 1969年全部撤到北京以外去了 北京是个空城 1970年夏天 我专门去过一趟北京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 北京这个城里头 人口少了一大半 因为中央机关已经全部撤空了 只留了一个办事机构在原来的办公楼里头 大部分人全部撤到 他们叫做干校 干部学校 坐在农村里头 那么中共的一些元老也全部离开了北京 这就是怕的标志 不怕你为什么不留在北京不走啊 你到乡下去住在山洞里都很舒服吗 为什么中共当时没有遇到危险 是因为美国提供了核保护伞 老毛和苏联翻脸了以后 在苏联的核弹威胁下 美国一拉 他就一头栽到美国怀抱里 接受美国的保护了 所以不要听老毛和共产党的今天的宣传 共产党在1969年以后 之所以没有遇到核威胁 不怕核威胁是因为美国用核保护伞保护着中共 美国对苏联说 你要是对北京扔原子弹 我就对莫斯科扔 这样的话苏联就不扔了 这个就是我讲的冷战应对程序 所以看来啊 讲冷战应对程序 对中国的那边的翻墙出来的观众朋友们来讲 还是个很新的概念 因为中国的从专家开始 从习近平本人开始 都不懂 那么就会讲出很多 很怎么说 很奇怪的言论 实际上 因为以前中国也不去研究美术冷战 因为他觉得跟我没关系 没错你是美国保护的 所以实际上 中国人并不真懂 这个冷战的含义 也不懂冷战的结果 经常会把这个冷战和热战混为一谈 静思讲这个 习近平在这次和拜登的电话会谈那头 说今年他有个他对美国说四步 那么说这习近平只是保证一年 没错 他保证的结果 不过就是一年 然后 别人来说习近平说的话可以信吗 应该反着听 这句话呢 我觉得 你讲的也对也不对 就是说习近华 习近平的话能信吗 我节目里讲了不能信 那美国国安官员也说了 我们从来就 他讲什么 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我都不会全信他 所以 真要信他是不对的 但是你要说完全不信 反着听了也没那么简单 因为他里面还有些话 他是说了以后 他打算做的 我就举一件事情 对美国昨天刚公布的资讯 就美国军方宣布说 今年3月23号之前 过去的一年里头 美军被美国的军用飞机 被共军军机骚扰的次数 多达几百次 三百多次 平均一天一次 但是自从习近平 这个准备和拜登对话以后 从这次电话 确定了以后 现在中共对美国军机 基本上停止骚扰了 就是说他也不是完全的 每个字都不靠谱 这要反着听的 就是这是个艺术 这就我讲懂冷战 你要明白他那句话是半真半假 那句话是全假的 那句话有点真 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在谈冷战应对程序 冷战中的美中关系 冷战中的台湾的国际战略地位 其实涉及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用什么样的眼镜 来看这个周边世界 和看你的天空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一个人到了年龄以后 这个眼镜 比方就不管是近视也好 是远视也好 需要换眼镜 调整度数 你不能够说 我到马路边上眼镜摊上 随便买一副眼镜 或者别人 以前用过不要的眼镜 拿过来就戴上 说没问题了 这也是眼镜 一样的我换一副就好 行吗不行啊 眼镜是要对着度数的 要测量了眼睛的 这个实际状况以后 才能配出合适的眼镜 那么看冷战 理解冷战也同样的 你要需要一副正确的眼镜 因为外部环境在变 你的眼睛相应也在变 所以外部环境导致了 台湾的自身的战略地位 在发生重要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积极的 对台湾非常有利的 但是你必须换眼镜 换了眼镜 你就看得比较清楚 不换眼镜 就好比说你始终用一副 度数不对的眼镜 你看什么都是花花的 不清楚的 看不远的 所以我想我们这里 我这有点像卖眼镜的 我卖的不是那个看得见的眼镜 是一种这个 帮大家较证度数的思维 较证了这个思维 你看什么都清清楚楚了 马斯米曼斯坦问我说 以后还会和明居正教授 对谈切磋吗 我想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们一定会了 这个 以后切磋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我也很希望有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 江亚说这个美台不是盟友 盛似盟友合作无上限 这句话确实是差不多的 美台确实就是盟友 这个实际上我前面讲到说 现在美国正在建构一个 印太地区的相关的 美国的友好国家 盟友国家的一种 互相保护的一种机制 一个架构 台湾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也因此台湾现在正在 逐步逐步的落实这个部分 但是台湾和其他国家一样 都有杂音的 我想最近在北京的那位 也不就是杂音的一个部分吗 你不能说人家一点都不代表台湾人 他最不爱听就这句话 他希望自己代表中华民国 那问题中华民国要他代表吗 中华民国的国民 2200万 大家投票已经投过了 今年大选已经投出来结果了 所以 连国民党中央好像也不大喜欢他来代表 这个前当初习也不见得就是代表 现在的国民党 对吧 所以这个 台湾有杂音 但是美台的盟友关系 现在正在逐步的加强 唯一的障碍就是中共 中共当然不希望台湾和美国关系 走得越来越近 一路 无论 一路 不见得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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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江亚有一些话 你的话我看了以后不是很明白 你说苏联二战是盟友 所以有冷战 中美不是盟友 所以中美关系没有冷战 你这个理解我不是很清楚 我想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你提的问题蛮有趣 世界上的两场冷战 苏联和中 美苏冷战和中美冷战 都是共产党大国点燃的 这第一 之前点燃冷战的这一方 原来都是美国的盟友 苏联是美国的二战盟友 中共是苏冷战当中 美国从苏联阵营里拉出来的 反苏盟友 那么也因为是盟友 所以苏联和中国都曾经 依靠美国的技术援助 获得了大量的技术的来源 也因此苏联和中国壮大了 壮大了以后 共产党大国是一定会想要去控制世界 因为是他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传统的理念 就像马英九那个大一统一样的 那么所以呢 红色大国是必然要点燃中冷战的 苏联点燃了美苏冷战 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 不管习近平点燃的时候 他想到没想到 懂不懂 反正他已经做了 我刚才讲冷战不可逆 冷战不可退出 指的就是说 你可以点燃 很容易的 但是你要说把那个冷战停下来 对不起了 你讲过了的话 说不回去的 你说你的核弹可以准确的 击中美国任何一块地方 这个话讲过了 讲过以后 美国就必须防到底了 我不能够寄希望于说 你哪天不想打我了 我就不防了 我敞开门让你打 没有这回事 所以冷战停不下来了 有位 WK Mark说过一句话 说有看过武侠小说的 都有看到 说比内功只能比到 一方力尽而亡才能停 对 我很欣赏你这句话 我想讲的就这个意思 但是没好意思讲出来 因为毕竟 现在好像已经不是武侠小说的年代了 就是现在年轻时代 是抖音的年代 对吧 抖音上已经没有什么武侠小说的痕迹了 所以他们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什么是比内功了可能 那你这句话是把话讲到底了 就两个高手 手掌互相抵着 在那里拼谁的内功 内力强 或者我能够把你的内功吸出来 让你没有失去内功垮掉 这全看双方的内力如何 其实呢 这种情况下 确实就是一个 你讲的一方 力尽而亡 冷战 双方的对抗就结束了 冷战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谁力尽而亡 那习近平真正怕的 其实就是力尽而亡 而且可能他已经不懂 什么叫力尽而亡 现在他看到 晶片战一开始他就明白了 力尽而亡 已经开始了 就中共现在的晶片 他虽然能做到7纳米 那他是用那个 多层叠加的方式 那个方式 做的这个台积电 他们知道的很清楚 并不容易 而且是里面有很多的关节 中共并没有经验 因此中共现在这个 所谓的7纳米的晶片 中芯公司做的 亏损严重 所以中芯现在的盈利率的 急剧的下跌 然后呢 这个良品率非常低 华为的手机经常会发热 发热就是因为他的 晶片的功能不好 所以才会耗电过多 冷却能力下降 这个是技术问题啊 但是他也是一个内耗 力尽而亡的一个比喻 就是习近平已经知道了 仅仅在晶片上卡住他 他就已经非常难过了 那要卡他很容易 有很多方便 所以对美国来讲 这些牌会慢慢的 一步一步在用 你要看习近平 明年他做什么啊 刚才这个前面 晋思说 习近平只承诺了一年 这一年他也未必真承诺 比方讲在台海 他现在还在制造骚乱 因为他觉得说 我是对美国承诺的 我不会对中华民国承诺 因此台湾还会有压力 台湾要自己来 想办法应对中共这些骚扰 从金门一直骚扰到 这个台湾的航空识别区 包括甚至到东海岸 当然了这两天 因为地震 花林地震的关系 所以这个 我想中共军舰 也不想在那里待着 但是他还会继续骚扰的 但不等于说 中共骚扰了 下面就要开战 开不开战 要看中美双方 你对美国来讲 中共在台海的军事行动 就意味着中美进入一种 热战状态 所以对美国来讲 他必须及时的制止中共 在台海的任何军事行动 那种实质性的军事行动 但是骚扰性的军事行动 那是台湾必须要面对的 当然也不 我觉得也不是很难面对 是台湾必须的军事行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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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几分钟 我再看看我们观众朋友 还有哪些观点 我们可以在聊天室里 我来绑一些很有趣 很有重要的观众的观点 拿出来在一起 我们评论讨论 夏威成说 我刚才讲到了台湾要用一种新的眼界 来重新思考台湾的国家战略地位 跟谢金河老师说的台湾应该要从小国家的视野 换成大国思维 有异曲同工之妙 确实我很尊重谢金河老师 我也和他同台一起做过演讲 一起做过节目 我完全赞成谢金河老师的说法 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谈同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谢老师其实他的节目 大家也应该去多看看 尤其是我比较佩服谢老师这个眼光 我也会看他的节目 而且从中获得不少收益 我假如有机会再见到谢老师 我很希望说我们再一起来讨论一番 我想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会这个看法接近眼光也相似的人 在一起讨论的时候 会有一种互相的激励 就是能所谓的头脑风暴 能够激励出很多新的想法来 我也很期待有这样的机会 他们黄说耶论奖要进一步制裁 那严格的经济制裁会带来什么结果 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有点心急 前面有一位观众朋友讲得很妙 就是说冷战双方是那个武功高手拼内力 双方手掌相抵 这个功力互相的 这个在掌心上 这个拼出这个气场来 空中这个这都 进武侠小说里的场面啊 这个空中白气缭绕 两个人互相头上冒着汗 比拼内力 那 其实呢 我今天这 我一直想要有机会讲一次的 就是什么是 经济层面的 经济全球化之后 现在经济全球化正在被中美冷战变成 2.0版 这个2.0版的特点是什么 我想我的一个理解是说 这个2.0版的含义 包括几层 一层是说 经济2.0版原来 大家都在讲世界工厂 就是说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重心 重要的重心 看作是中国的世界工厂 中国也自以为自己就是从此是个 不可挑战不可改变的世界工厂了 那现在看来呢 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现在变成世界工厂到处求买主 你们能不能买点我的货啊 要不然我就摆地摊了 逼着你们都生意做不下去 耶伦去谈的就这个事情 你不许摆地摊 因为毕竟 这个地方 美国的市场不是中共说了算的 那么也 中共现在是开始 开始 也原来它是否定国际法 否定WTO的规则 现在中共开始求助于WTO规则了 说是按照这个自由贸易啊 你不能不让我卖东西到你们国家去 摆地摊啊 那问题是你都已经挑起冷战了 WTO规则是对盟友国家之间的 互利的一种规则 冷战中的对手 其实是不能够互利的 你互利就是助敌 资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经济全球2.0版针对的就是中国 那么中国已经尝到了 已经体会到这个苦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济全球2.0版 还有第二层意义就是 但不光是第一层是针对中国 第二层是指 台湾 在晶片发展IC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正在取得一种都一无二的地位 因此 以这个晶片业 IC产业 还有AI技术的逐渐的推广 这个AI技术带来的新一代的产业革命 以这个为起点 经济全球2.0 使得整个经济的全球重心 从中国转移出来 到台湾的 相当一部分到台湾 我们不能说台湾是晶片产业的 唯一的这个基地 因为毕竟你还有英特尔 还有三星还在竞争 但是台湾至少是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因此他对台湾来讲 有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机会 我今天刚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台湾现在技术 劳工开始短缺了 那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谈的 就是台湾的教育 我认为讲 虽然也受到美国那个左派教育的影响 这个我也在台湾的校园里看到过 马克思主义的讲座 但是台湾的教育还没有被 像在美国被破坏的那么严重 因此台湾的技术 技术人员 技术人才 还是培养的不错的 只是说呢 现在大学里感觉说 学生的 这个 就是 出社会以后的年轻人发现说 这个社会上对 高科技技工的需要 高科技的技术人员的需要 还是很大 那么今后可能会更大 所以不光是对年轻人的 选科系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一个 他现在已经台湾已经 已经 这个这种对 科技人员的需要 已经扩散到了 外国来台的学生了 像印度尼西亚 越南 我都没没想到越南会有 两万多学生在台湾留学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都有很多 我相信马来西亚还有很多 那么 这些学生也有很多人 就像到美国留学以后 希望留在美国一样 他们将来 到这样大批的人在台湾留学 也都希望留在台湾 那么 来填补台湾对技术人员的 这个空缺和不足 从这个意义上讲 其实 经济全球化2.0 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供应链 那这个前途 我是真的想和 谢 这个 台讯的董事长 谢金河先生 有机会好好讨论 我要向他请教 很多方面的问题的 有一个 杀利杀利问了我一个有点 我有点奇怪的问题 说你为什么会专门针对台湾观众做华语节目 这不是我要做 是台湾的节目 邀请我参加 就是台湾的政经最前线节目 邀请我来参加 作为他们嘉宾 那面向台湾观众 我当然谈的是他们想要听的问题 我们这个政经最前线呢 有大概一大半观众是台湾的观众 那么还有一部分是海外的华人观众 再有一部分是这个中国大陆翻墙出来的观众 至于你说我在哪里学的台湾国语 我没觉得我在讲台湾国语 你要我讲的话是可以学着讲 这个我觉得不是也不是很难了 因为都是国语嘛 所以并不是我在针对台湾观众做华语节目 而是台湾的华语节目邀请我担任嘉宾 我感到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 至于说其他的 我并没有自己做什么自媒体啊 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是政经最前线 专门开设的原因是可以为我们观众朋友们 就像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这样 提供一个机会说我们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 在聊天室里头互相交流 比方讲 赞里赞里你就可以提问题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 我可以回答你问题 这个 我倒是觉得有兴趣说 如果有机会到台湾去 我可能学两句台语 其实我也会两句 这个 我不通国家语言东一句西一句 我也会几句 我倒有兴趣想多学点台语 马斯密曼斯坦问说 这个怎么样看待美国媒体说 中共希望川普上台 认为他更好对付 这是泼脏水吗 这个你一讲这个说法 我就知道是美国左派的 民主党的喉舌们在说 这本身是抹黑川普 这也不奇怪 民主党现在除了抹黑 还有政治陷害以外 没别的手段 但我想说一句就是 目前美国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就是司法不公 就司法服务于政治 美国的检察官系统 法官系统很多人 这个 现在是为政党服务 为民主党服务的 这个 这个问题以后再讲 那么 也因此媒体会经常在这样子 这个说 川普呢 应该讲他 当了四年总统 他一直受制于美国 这个建制派的这个体系 他并没有能够完全指挥 美国他任四年里头 完全指挥整个美国行政系统 可能蓬佩奥国务卿 负责的国务院 能够贯彻他的意图 但是 很多部门 他是没办法做 连司法部 川普都受到 司法部的陷害 就他自己当总统 他手下的司法部长 来陷害他 川普都没办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川普现在 就算他有 有胜 在选举当中 取得多数票 这个选举能不能公正的举行 我们作为美国公民 我们关心选举结果 不希望民主被毁灭 我们都没有把握说这个话 我坦率地告诉你 因为美国现在 你们是无法想象 美国现在会有些 什么样的选举结果 首先我可以告诉各位 美国现在最大的威胁 是外国人投票 选美国总统 耶路大学有一份报告 说美国民主党执政 这四年里头 已经进口了将近两千多万 从中南美洲 还有中东地区 非洲地区来的非法移民 这两千多万 可是 美国各个州 采取不同的做法 大部分 他们集聚的地方 是加州和纽约州 那么这两个州 正好是打算给他们发 身份证件 而且同时改变选举规则 就是 首先是给他们 美国是给 一个是社区 社会安全号 是给合法的移民的 现在是变成非法移民 优先获得 社会安全号 给了社会安全号 有的州已经开始提出来说 我们要修改选举法 只要你提供 社安号最后四位数字 不用核查审份 你就可以投票了 那问题是 非法移民现在 都有可能获得 社会安全号 那这样的话 美国不就是外国人投票吗 所以 投出来的结果 当然 是民主党所想要的 所以为什么 EDI在民主党看来 非常重要 那是他的 选举旗帜 也是他颠覆 美国民主自由的旗帜 缺点 就是美国的缺点 或者是问题 就在于 多数美国人 现在还懵懵 我这样明确讲出来的人 不多的 谢谢萨迪萨利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非常感谢 我想我会一直在这讲节目里 这个和观众朋友们一起见面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这个 还有张慧婷 张慧婷女士刚才也给了我们很多支持 非常感谢 今天时间有点长 这个 好 我们 以来电视里现在 看样子没有新的话题了 那我们今天 直播节目就到这结束 我们下星期再见 希望大家多多介绍我们今天 特别是今天我谈了台湾的新的国际战略地位 希望这个问题啊 还有习近平最近对拜登承诺的四步 不管他 真假程度如何 和大家就看大家 就看大家用智慧的眼光去理解他的真假程度啊 那么至少他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资讯 四步到底什么意思 不对抗啊等等等等 我想就是今天有嘉宾在谈到 有这个观众在聊天室谈到的 就是谢金河先生也提到了 台湾人要用小国的眼光 换成大国的眼光 就是面向大国的一种思维 来认知台湾自己 我今天讲的就是谢金河先生这个意思 台湾要有一种新的国际战略观的眼光 那么中美关系现在基本上大局定下来了 就是进入冷战状态 今后这种状态会不断的在变 我刚才讲到说美国不会一次把台打完 习近平也不会把台一次打完 他说一年 意思是说咱们这个牌打着看 明年我再说明年的话 明年可能他又小小的翻一次脸 但是有一条 他不至于大翻脸 因为大翻脸就意味着毁灭 所以假如习近平不是哪一天脑神经被血冲了 这个发了疯 否则假如不是这种情况 那他应该知道的很清楚 他的那个国家不能够毁灭的 没有人要他把中国毁灭掉 既然不要毁灭中国 那么中国的领导人就要想设法 在他自己已经给自己画出来的道上面走的时候 怎么样活下去 中国人也关心的也是一个活着 那习近平也想不让中国人活着 那他这个日子也不会好过 那我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转传订阅 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星期再见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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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